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进行Linux有超系统基础的第六讲 学习本讲内容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主要给大家介绍了Linux文件系统 以及它的一些特点 那么我们说Linux文件系统有两个文件系统 一个是它自身的文件系统 EXT3基于日子方式文件系统 另一个是用于它的虚拟内存的文件系统 EVAP交换分区的文件系统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介绍了一下Linux文件系统的特点 我们说在Linux系统中一切这些文件设备都是文件 而且不同的文件类型 它有不同的标识 然后不同的文件 它也有不同的颜色来标识它的属性 那么这两块我们也通过在Linux操作系统 我们的欧帮图里面通过这个相应的一些命令 LS给大家进行的一个演示 对吧 希望大家下去之后呢 也自己要使用一下这个 这些命令来查看这些文件 那了解了这个之后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是 我们要详细给大家讲解一下Linux文件系统的一个目录结构 Linux的文件系统目录结构 那Linux的文件系统目录结构 它跟我们Windows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Linux的这个目录结构 它没有分区 你看它直接就是根目录 下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子目录 不同的子目录有很多很多自己的子目录 而且不同子目录有不同的作用 它没有分区这个概念 所以说我们说它的结构管理不太一样 Linux是磁盘的逻辑结构管理物理结构 格式化的时候 它是将磁盘分成很多的文件块区 文件块区而不是分区 而Windows像是物理结构管理逻辑结构 它会先分区先分成很多逻辑盘 然后再格式化 建立每个逻辑盘上的结构 所以它是两个是相反的 它是先建立了逻辑结构 格式化的时候是干什么 是将分成了很多的文件块区 是分成很多文件块 它没有逻辑盘 逻辑分区这个概念 那么它的这个目录结构呢 直接就是根目录下有很多子目录 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的子目录呢 它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在根目录下 Bing这个子目录 我们说它一般呢 是用户可用的 或者是一些系统的 一些可执行的一些程序 或者指令的文件 在这个下面 而Boot呢 我们称为是引导 引导 引导文件 那它下面的一般 这个系统呢 是通过挂在一个Grab 来进行引导 它是核心的一些程序 开关设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然后DV我们叫做设备文件 这个存放一些设备的 装置的一些文件 比如这个下面 有很多的设备文件 像硬盘啊 光区啊 还有U盘 都可以在 都是在这个下面第一个 而ETC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配置目录 就是很多相关的一些配置文件 比如跟系统 说实话系统相关的 InitD那种配置文件 还有用户的一些设置到 配置文件 或者各种软件 与系统设置一些 相关的一些配置文件 或者一些脚本文件 都会放在这个里面 好 而后这个目录呢 我们说它是用户的主目录 也就是说我们不同的用户 登录到这个系统中 它都会在这个后下面 有自己的一个目录 啊 会为我们的这个用户 会为引导系统 会为每一个用户 建立自己的用户主目录 啊 以他们的用户名 在这个目录下面去建立 因为它是支持多用户的嘛 那每个用户自己的主目录 下就可以存放自己的 相应的一些这个文件 啊 或者是一些自己的一些操作 然后 Liber呢 Liber我们说它是一个库文件 啊 那典型的像有一些模型 模型 模型库 啊 比如说已有的一些函数库 啊 或者不同版本核心的一些 这个 这个 这个模组 啊 文件 然后Media呢 主要是一些什么 像光区啊 软区啊 等这些 纯媒体的 啊 而MNT呢 主要是用来挂载的 我们后面会会讲到 啊 挂载我们的磁盘的 啊 然后 SYS呢 就是一些什么 系统核心的一些程序 会在这个下面 啊 SRV呢 这个 所提供的一些资料 啊 就是服务 这个 我们的这个网络服务 所提供的一些资料 像SB呢 主要是针对用户的一些 比如说某个用户 他的一些 嗯 可执行的一些程序 就放在这个下面 啊 那ProC呢 是什么 是核心的一些进程程序 OPT呢 主要是一些第三方的一些软件 软件 可以放在这儿 啊 然后TMP呢 是零次文件夹 啊 那在这个里面呢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目录 一个是USR 一个是VR 啊 VR其实就是存放一些相关 相应的一些变量啊 一些文件啊 USR存放用户的相关的一些文件 用户需要用到的一些文件 好 原文件啊 可执行文件啊 然后需要用到包含文件 函数库啊 啊 还有用户自己的一些可执行程序啊 啊 等等啊 这是它的 常见的一个目录结构 那么我们可以 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来看一下 我们启动 把我们刚才讲的在系统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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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登陆进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单击一下我们这个文件图标 他会打开我们这个文件 你看现在进入主目录 对吧 对吧 主目录啊 啊 这一共和着主目录啊 包括桌面啊 用自己的桌面文档啊下载啊公共啊这些啊 啊 然后设备 网络对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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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就有刚才我们介绍给大家介绍的bin,root,boot,对吧 有bin,有boot,对吧,etc,配置文件 media,root,sbin,usr,vr,你看到没有,perce,mnt,这样的一些,还有home,对吧 dv,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目录 这是根目录,你看它根目录下面很多这样的结构 它是没有逻辑盘的,没有分区 它格式化都是格式化成很多的文件块 好,那么大家想它没有这个逻辑盘 那它整个磁盘就是这样的一个文件结构,对吧 就一个根目录下面很多 那磁盘用完了怎么办呢 我们要挂载另外磁盘怎么办呢 它是可以支持挂载的 它可以把它挂载到它的mnt这个目录下面 一般这个是挂载磁盘的 挂载磁盘的 好,而且你会发现Linux上系统它的根目录 这个片是反的,对吧 反片 这也是它跟Windows的一个区别 了解了它的这个目录结构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Linux跟Windows目录结构的区别 首先跟目录,Linux是反片 Windows是正片 第二,它们对于这个命名的这个特点 是什么,大小写的一个区分 那么Linux命名是要区分大小写的 而Windows是不区分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在另一个小写的中 你小写的ALS和你大写的ALS 是两个不同的命令 不是一个命令 你可以看ALS可以执行 但是大写的ALS是找不到的 不能执行的 因为它是区分大小写 包括你自己的命令 比如说你自己建了一个文件 你的命令它也是要区分大小写的 也是要区分大小写 这是它的一个区别 第三个就是它的结构管理 刚才我也给大家讲了 在Linux上行动里面 它是没有逻辑盘的 你看它没有什么JDF 怎么沾逻辑盘 它是直接将这个整个磁盘 在根部录下就划分了很多的文件块 所以我们说它是逻辑磁盘结构 在管理物理结构 它没有先分为逻辑盘 格式化就将整个磁盘 分成了很多的文件块区 而Windows是物理结构管理 它是为先建立逻辑盘 先分区建立逻辑盘 然后在逻辑盘上去建立 我们的文件结构 对吧 这是它们的一个区别 好 那么我们本讲的主要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地方 本讲的重点呢 就是大家要一定要了解 清楚的知道Linux系统下 它的一个目录 它的这个文件目录的结构 以及不同的目录 主要是用来干 干存放什么文件的 干什么事的 大家要了解 重点是bin boot dev etchome 还有mnt 还有sbin 还有这个VR usr 还有tmp 这样的一些 目录 这样的一些这个 文件夹 它的相应存放的 什么类型的文件 好了 那么这一讲 我们就说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